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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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erenie 經常有新搞作的Serenie 最近想將自己的嗜好 做SPA 和大家開心分享 不單止打造SPA 專輯 還搞期間限定展覽 在大型商場變成一個真美的房間出來 讓大家透過多重感官體驗 享受一場藝術的SPA 為靈魂好好按摩 不夠猴的話 12月還有音樂會 是不是很澎湃呢 剛好的契機 就是我做SPA Album Time Square Move 其實很多一路接觸的團體 就說不如一起做一個展覽 然後就越傾越大 由一個只是一個真美的房間 去到真美的花園 或者真美的Time Square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真美的旺角 真美彎 變成了 你要征服姜濤彎 變成真美彎 不是的 沒有這個意思 很多人會覺得 什麼是SPA 是不是劣一下劣一下你的皮膚 搓一些油在這裡 都可以是 但是你沒試過 就不知道原來這麼舒服 人在皮膚有空間 要被人碰一下 有些五感的體驗 是對於自己的身心靈 是很有幫助的 我經常會說 當你除了要有社交健康 有中心的睡眠 值得健康 或者做運動之外 其實真的需要 你要和自己有連繫 自己就是內在的真美 而這個真美可以透過五感的接觸來連繫 注意一下自己的taste smell touch 看的東西 就是好像是自己存在的空間 這樣就達到這個真美的效果 作為獨立音樂人 由非主流到被稱為陀地歌姬 還打入《刺殺樂壇》 《我最喜愛女》歌手最後五強 得到大眾的認同以及支持 對於這種變化 Serrini也花了少許時間去適應 一開始可能有點不習慣 譬如要做很多訪問 或者有很多記者 我明白那種出發點是 他很想了解你 或者對你有好奇 對於自己的個人私隱 或者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會覺得很有趣 有甚麼可以分享 有甚麼不分享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自小就覺得 原來有些人問很罪惡的問題 原來藝人會照樣OK的時候 或者他們說的東西越來越好 小時候就會覺得 原來我要做一個娛樂人的人 就要為別人活著了 但最近我就覺得 其實也不是 只要我們自己說 喜歡做的東西 或者你設定好界線 例如有些事情 其實我真的很想說我的SPA 我不想再說聖林那個人 那就不要說 自己想說就說 想說一些自己的好朋友 或者一些動植物 我就會很有興趣 或者我很想經常 我覺得公眾平台的好處 是可以 我自己相信的東西 可以 preach 有些像傳教 例如我 很支持風雨嵐的活動 有時他們會覺得我太支持 你有甚麼事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風雨嵐 風雨裡面勇敢的真美 當然我不是用這些NGO 來宣傳自己 千萬不要 或者我很關心小動物 或者我很關心我的大學 所以我會捐錢給獎學金 我經常說 我是想用這些公眾平台 去 preach 一些我自己覺得 可以有更多的東西 我想我正在表現的形象 是一個有主見 知道自己想怎樣 想定立界線的時候 就定立的人 就是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說 No means no 還有我是 I don't welcome harassment 又或者是 我是想 Be kind 而這個訊息 是想讓大家知道 但你剛剛說 你要 achieve 到這個 你要一定的 大眾的 exposure 但就會換來一些 可能負評 這件事一定是共存 你自己怎樣 deal 其實很多負評就是 你只要接收它 你認同它 罵你的事 其實就是認同 我的方法就是 我不認同 I don't agree 或者有些人罵我的事 譬如很多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罵我 因為我不太值得被人罵 I'm so good 不是 都可以罵我的 罵我唱歌難聽 但我就會說 沒所謂 我是唱歌不同 我是沒什麼氣的 我有自己的唱歌方法 電視的尺度挺大 譬如 它有些難度的 公廁 臭雞 肥婆 什麼 校西 那些 但全部都可以做 Rap album的 content 其實這些 Rapper 就是很proud 就是 OK 校西 所以 所以 你也有時候會反擊 我看你們 小時候會 現在到時候我心想 I'm too successful to care about that 謝謝 都沒有 但我會攻擊我的人 例如 林家曉 相處之道 我找到一些很古怪的人 我跟他的相處方法 就是用他那種古怪的方法 Tyson 我們都是無緣無故 我們網友 突然約了出來吃Burger 當然他是健身不可以吃Burger 我就叫了一個超大的Burger 他就只喝Ice Coffee 我覺得很有趣 我們大家互相幫助的方法 就是 有些什麼不知道 或者想知道 很多資料 就問大家 因為我們遇到的問題 都可能是相似的 即是 我們上車之前 有一堆人湧過來 說要拍照 或者很不尊重距離 或者扯書包 或者每天很多 我有時覺得自己 其實我很想保護我身邊的兒子 其實我是很想保護他們 我一看到那些女人 在扯書包 我心想 Excuse me 然後那些女人就恨我 不要緊的 就是你 只要做多點SPA 就不會那麼辛苦 可能他人生的目的 就是來自 他很想碰到一個明星 可能是 他的出發點是 他想一個愛的感覺 但這個愛的感覺 可以透過 來真美的房間 體驗一下 就是原來我有些 很美麗的遇見 又或者 甚至乎沖的漂亮糧 塗一些漂亮的精油 在身上 都可以達到你追星的感覺 那你追星的時候 就會更加是一種 圍著他的福祉著想 你是想那個星 永遠都是一顆星星 被你看著 你不是想 磨到他沒有光芒 或者害怕了 藏著自己 我有時都會很害怕 我身邊的朋友 會不會是因為有些攻擊 不一定是朋友 自己內心對自己的攻擊 又或者是 自己對自己沒有自信心 而慢慢藏著自己 那我的角色呢 我經常在我的朋友身邊的角色 就是做一個看護 或者一個支持者 就是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來找我 又或者我會被他們無盡的鼓勵 但其實那些是對我來說很輕奇的 我就覺得很好啊 加油啊 努力一點 這個就是做一個大學 經常鼓勵學生 寫文的時候 可以多看幾本參考書 學回來的一種 不斷要 hype 人 所以大家如果想罵我 就算叫我一個西女人 是沒有用的 你叫我做一個 hype 女人 我是不是真的有自信 其實我不是那麼有自信 我覺得是一個了解到自己有不足 但是依然有希望想變得更好的人 會做的事 但是我以前也很不喜歡正能量 這個字的 我覺得好像很cheap 就是這麼值得 真的很開心 又要笑笑 但我現在慢慢覺得 原來懂得笑 操控自己的身體 又或者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種已經是很正能量 無論身邊的人 他可能會想扯下來 你又怎麼值得有這些東西 又或者很多所謂的貨能量 可能我這幾年是讀多了一些心理學的書 或者我自己讀書的過程 我覺得讀PhD是很辛苦的 我真的完全覺得自己的自信心 是扯到零 的時候是 我做一些art或者音樂的作品 人們以為我很自信 但其實是因為我很開心 做一些不需要自我批判得那麼厲害 是一個完全自由的表達的時候 是真的很開心 就是比起寫文是很深很多 其實想無時無刻都這麼開心 還要擁有一個特質 可以是愛在自己身上找到線 就不用外在的人 給一些貼金 或者貼好的標籤 但當然我都會跑數 就是因為你們演唱 又或者有些壓力 就是糟了 如果我整了這間房 出來花了別人這麼多錢 去幫我日力物力地做這些事情 但原來只有我的小眾粉絲來 那怎麼辦呢 有時候也會有點擔心 但我後來就覺得 控制不到的東西 我就放下它 就交給大家 我只需要穿美裙和開心 大家想來就來 又或者我唱的歌 我不需要擔心點擊女 或是怎樣 如果是因為點擊女 才出歌的話 這輩子都不會出歌 所有事情都是有個開始 所以就是 但今天我亂說 甚麼都不記得也好 就是記得 開始 和學會愛自己 就可以了 大家記得向Serrini學習 好好愛自己